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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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新街国小28位的毕业生 大家好 虽然校长没办法跟小朋友面对面的说毕业祝福的话 但是校长主任老师还有所有的家长对于你们在国小六年的学习阶段告一个段落其实是满满的祝福 虽然说疫情的关系让我们没办法在一起办理一场真实的毕业节理 但是 校长希望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疫情能够给小朋友提供一些不同的启发跟一些启示 首先第一个是身体健康最重要 你会发现短短的几个礼拜台湾有很多人确诊 也很多人在短短几天可能就失去了健康的身体跟宝贵的生命 所以校长希望每个小朋友能够重视跟关心自己的健康 所以健康第一 有了健康的身体 才可以有更好的发展跟更好的未来 第二呢 是希望小朋友能够转念 你会发现在疫情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你没办法预期 或是你没办法改变一些事情 但是转个念 其实很多时候你的想法会过来开朗 前两天校长看到一个漫画 一张照片是确诊的人 他看着窗外很想要回家 那另外一张照片是在家里面的一个小朋友 很想要出去外面玩 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有人想要有珍贵的生命 还有健康的生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那也有人想要赶快出去外面 有不同的一些体验跟感受 但是呢 在我们的求学路上很多时候会有不同的挫折 或是很多的一些困难 下长呢 希望小朋友能够转个面 很多时候呢 用正向积极的看法去面对所有的一些困难跟挫折 所以虽然疫情让我们没办法团聚在一起 但是呢 下长希望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也能够在家里面这段时间呢 能够好好运用老师提供的线上的学习教材 让小朋友呢 在主假这段时间呢 有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的体验 最后 下长还是希望小朋友 未来的国中的课程会更繁重 那每个小朋友记得 很多时候如果需要老师 校长的协助 也欢迎常常来进届国家走一走 明年进届国家要拜领百周年校庆 那到时候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常常回来 看看校长 看看主任 看看老师 还有看看所有的学弟妹 最后祝所有的毕业生 毕业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各位家长 各位毕业班的学生 大家好 会长勉励各位毕业班的同学 在六年中 最辛苦的是 各位教育大家的老师教练们 老师教练们用心教育学生 在课堂上 在生活上 无微不至的照顾 请记得跟老师教练们说一声 辛苦了 谢谢你们 因为疫情严重 所以毕业典礼无法举行 但是祝福不会少 会长在此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祝福各位同学 蓬城万里 一帆风顺 各位同学好 我是县长林明珍 首先恭喜各位同学完成现阶段的学习 也祝各位同学在未来朝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蓝头的教育 在师长们的教导 家长们的支持 我同学们的认真学习下 我们在全国语文竞赛 获得现实上最佳 40项的特优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更缔造了33项金牌 是建线以来最好的成绩 感谢各位同学的努力 南投观光建线 同时也是手撞全国 结合观光文化产业 和自然生态的户外教育职员网 鼓励同学认真读事之宜 也能了解地方增广建纹 开脱视野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 即使县政和财政困难 能积极地住口经费 提供免费的营养餐 建制斑斑有冷气 营造优质的校园及运动设施 打造更好的教育环境 祈祝各位同学 都能有作业的表现 今天借着毕业典礼 我要向家长及老师们说 辛苦了 谢谢你们 再次祝所有毕业生 勉励大家带着热情 去探索这个世界 勇敢的实践 青春梦想 海阔天空 蓬城万里 恭喜大家 谢谢 我们要毕业了 耶 这些不好地方 一年的毕业典礼 对各位同学来说 一定是非常难忘的 虽然是特殊时期 但是大家对你的祝福 是不变的 恭喜你们即将进入 求选的另外一个阶段 希望你们能够 不断的精进 未来有朝一日 可以回馈社会 贡献你的所长 我是立法委员 许舒华 在此祝福各位同学 蓬城万里 各位毕业同学 大家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 胡娃群志到校 为我们之后 在这里 与献上 恭贺大家 终于完成了 人生的一个阶段 未来即将迈向 另一个阶段的学习 在这边 也要感谢辛苦的市长们 你们认真的教育 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有今天的好成绩 也恭喜各位教长 你们的孩子 终于长大了 懂事了 你们辛苦了 最后 美丽各位同学 你们要心存感恩的心 感谢为你们付出的人 未来的人生 充满各项挑战 希望你们要以 不胖苦 不胖狼的精神 迎接未来的各项挑战 祝福各位同学 学习胜利 心想事成 毕业快乐 在这里 也祝福献上的猛鸟 都能够身体健康 患事如意 在此丁拎各位 在这疫情 严峻的时刻 希望大家 能够聚得 勤洗手 拜口罩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 小燕子阿姨呢 带着满满满的祝福 要来祝福我们所有的毕业生 未来都能够前程是井 蓬城万里 我们知道说 学业是可以毕业的 学习是不可以毕业的哦 活到老 学到老 青春可以毕业 但是我们的梦想 不可以毕业哦 勇往直前 追自己的梦想吧 我们常讲一句话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态度决定我们未来的高度 燕学鼓励大家 能够多阅读 增长我们的知识 累积我们的机会 我想成功一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燕学再一次的抱着 满满满的祝福 祝福我们的毕业生 未来都能够一帆风顺 前程是井 各位毕业生 各位老师 各位家长 大家好 在这个疫情远近的时候 大家还是很努力的来办一场 别有意义的线上毕业典礼 在这边感谢所有帮忙的人 虽然呢 毕业生遗憾的是 没办法当面跟自己的老师 来说声谢谢 但是你们的心意 我相信老师都已经收在心底 这个疫情可能会持续的影响 我们的生活模式有一段时间 哈利叔叔在这边拜托所有的毕业生 顾好自己之外呢 就是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这样子才会帮我保护你自己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才会有一个无限精彩的未来 在这边祝福你们展翅高飞 蓬城万里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南岛广义安 组合中的 首先要恭喜各位毕业生 以优异的成绩 顺利完成国小阶段的学程 而毕业不是终点 而是人生的起点 走出校门 即将迈向下一个学习的阶段 每个求学期间的喜怒哀乐 相信将深深烙印在各位的人生书本里 相信自己绝对不差 为自己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祝福各位师生及家长们 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各位毕业生 红尘万里 一帆风顺 各位在校生 学业进步 快乐学习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南投仙艺员洪浩元 在这夏日炎炎的天气里 是新兴学子们毕业的季节 各位学子们 在求学过程中 一定经历了许多酸甜苦辣 这些都是人生成长的养分 如今毕业了 这不是结束 而是下一段旅程的开始 由于目前疫情的关系 无法到场给各位祝贺 最后祝各位毕业生 学业有成 蓬城万里 新阶国小的小朋友 你们好 我是县议员张家哲 恭喜你们即将重新接国小毕业 即将迈入国中的阶段 在这里要祝福你们 红尘万里 一帆风顺 上了国中 大家都可以学业进步 身体健康 在这里 因为没办法到现场 参与你们的毕业典礼 也透过影片的方式 祝福大家 我相信 每一个人未来都可以 努力的展放自己 加油 校长各位主任 各位老师 各位家长 应居毕业的协弟妹们 平安大家好 我是先议员刘宏达 首先感谢宏达母校 新接国小浇水团队 为今年应居毕业典礼 辛苦的筹划 因新冠病毒 疫情非常严峻 所以宏达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出席 特别要来祝福宏达的学弟妹们 捧成万里 心想事成 更期望你们迈向更空港的学习阶段 都能秉持勤学精神 奋发向上 更美丽 学弟妹们 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希望活到老 学到老哦 最后提醒大家 加强防疫 并祈祷病毒 早日消除 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 今天是我们新接国小的毕业典礼 首先要感谢校长主任以及前提老师 平常对我们学生的教导 使我们学生能够武艺并进 能够成为一个相当量力成功的学生 那希望我们以后到了国中的阶段 应该更加的整备 更加的用心 那在此有三个字 跟大家共同分享 就是早下手 以后做人做事 尤其在公议功课方面 都应该早做准备早下手 那祝大家身体健康 四次如雨 彭音程万里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校长 校长 会长 各位老师 各位家长 各位即将毕业的 毕业同学 大家好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办了一个另类的毕业典礼 相信在各位 毕业的同学们 有着不一样的感觉 在这六年来 从你们一年级开始 懵懵懂懂懂的 到现在学习了更多更多的知识 还有能力 在你们每一个阶段 你们相信 看得到自己的努力 也希望在日后能把这些知识 带到另一个阶段 也要感谢所有的老师们 陪着你们哭笑 看着你们一步一步的成长 爸爸妈妈们 为了你们这六年来 无时无刻在关心你们 相信你们的成长 会带给他们更多的欢乐 即将踏上另一个阶段 在另一个学习的路程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蓬城万里 学业进步 谢谢 林校长 各位主任 老师 以及各位家长同学们 大家好 首先恭喜同学 毕业快乐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这阵子辛苦了 希望这场疫情 赶快过去 让大家健健康康的恢复生活 虽然今年的毕业典礼 改为线上举办 但也是蛮特别的一种体验 最后再次的祝各位同学 毕业快乐 也祝线上的所有人 身体健康 平安 平安喜乐 谢谢大家 各位长官 贵宾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三光国中校长 吴明顺 首先 恭喜毕业同学 完成国小六年的学业 在此 在此要特别感谢 学校师长们的照顾 培育最优质的学生 继续深读学区国中 今天我也要以毕业同学 勉励一句话 培养三光精神 创造优质人生 一 心中有阳光 品德第一 从感恩出发 培养积极正向的人格 二 脑筋要灵光 学习 有策略 有方法 才能热血 才能举一反三 达到试半功倍的效果 三光国中学生学业成绩 每次断考完毕 金老师精心指导 用心检讨 均能持续进步 预计今年三年级的会考 也会有很亮丽的成绩出现 第三 做事能精光 学业成绩之外 要找出自己的兴趣 培养自己的专长 多眼探索 多眼能力的培养 预示才能融会贯通 左右逢源 最后也要来提醒各位同学 学校新生入学的重要入程表 第一个 新生训练的日期 七月十九礼拜一 七月二十礼拜二 最后 暑假学医活动 七月二十一礼拜三 一直到八月十三号礼拜四 当然 现在是疫情期间 我们也希望 疫情能够稳定下来 如果有重大的改变 也会学识在网站公告 同学 可学识上网 去看公告 最后 要祝福毕业的同学 毕业愉快 各位长官 各位贵宾 各位家长 都能够 吉祥如意 欣赏事成 谢谢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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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祝福你们 在未来的每一天 都能够非常的充实且愉快 每个人的梦想 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 无论如何 都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去实践自己的梦想 坚持到底 不要放弃 加油 老师祝福你们 拜拜 拜拜 恭喜各位同学要毕业了 希望你升上国中后 能继续保有一颗良善的心 并且设定自己的目标 并努力达成 让自己一天比一天进步 期待将来有一天 你会眼睛发亮的回来告诉我们 你在外面的世界 所遭遇的各种精彩的点点滴滴 让师长与学弟妹们 能以你为荣 能以你为傲 亲爱的六年级小朋友 首先福老师要恭喜你们 即将要毕业了 要离开新街国小 跨上另一个学习的过程 很巧遇的 老师今年也要退休了 很可惜是不能够在毕业典礼上 跟你们亲自说一声再见 不过福老师要在这边 送给小朋友 祝福的话 首先福老师希望 祝福小朋友 以后身体健康 一切顺利 因为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走向完美的未来 第二福老师 希望小朋友 永远都能够像 低年级时候那样的天真 可爱 善良与贴心 回想过去我们相处的时候 从九个合并成十八个那时候 我们每天都过得 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难过的时候 但是快乐的回忆总是比较多 特别是从你照顾我们班上的宝贝 老师发现你们每一个都是非常的贴心 而且非常的善良 愿意包容所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们才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读书历不厉害 看个人的努力 但是能够当一个善良 又有爱心 又贴心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 福老师对你们有信心 相信未来 你们每一个孩子 都能成为一个 任人称赞的好孩子 或许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当大老板 当个成功的事业家 至少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学习对自己的人生的负责 因此在最后 福老师祝各位 每一个人都能够蓬城万里 每一个人都能心想事成 祝福大家咯 再见 嗨亲爱的宝贝们 恭喜你们要毕业咯 原来呢 老师想亲手送上的花朵 因为疫情呢 现在老师在家里 给你们满满的祝福 那小一的时候 我们是学校里面最小的一半 所以呢 好多好多的活动 我们都围在两张的桌子 就可以一起坐 一起插花 一起上课 一起喝茶聊天 玩玩具 做早餐 那很喜欢跟你们一起上课玩耍的每一段时光 那老师呢 永远会记得你们的可爱 贴心和温暖 那大家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将来呢 还有很多场的毕业典礼等着你们 大家再见了哦 祝福你们 毕业快乐 谢谢你们好 恭喜你们即将完成在新界国小六年来的学业 然后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候 虽然没有办法为你们举办毕业典礼 但是同学 大校生人跟师长的祝福都是一样的哦 在此期望你们保持你们的初心 继续往你的梦想前进 也欢迎你们毕业后回来再看看老师哦 Happy Graduation Bye Bye Hello各位毕业生好 我是佳芬老师 恭喜你们要毕业了 那毕业不是结束 而是另外一个旅程的开始 不管你要去到哪个国中读书 不管你要读哪个领域 那开心是最重要的 只要你能够开心的做每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简单 希望你们可以永远保持一颗愉快的心哦 毕业快乐 Bye Bye Hello六年级的孩子们 恭喜你们毕业啦 就像毕业歌词说的 现在你们的包包里面 装满了满满的国小回忆 现在正要踏上成长旅程 老师希望你们在每个阶段里面 可以持续发光发热 美好的未来等着你们 真真老师祝福你们毕业快乐 大家好 今年虽然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毕业典里可以参加 但是老师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老师希望每一个小朋友 在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都可以持续努力 然后永不放弃 然后永远坚定自己的信心 朝着自己的目标 勇往向前 那老师在这里祝大家毕业快乐 Hello勇士们 恭喜你们终于要毕业了 希望你们带着在新阶的所学进入下一个阶段 好好的为你们的棒球 为你们自己的梦想 好好的努力 记得有空藏回来新阶 新阶的大门永远为你们而开哦 加油 首先这样恭喜你们毕业了 那你们也即将迈向新的阶段 希望你们能在新的阶段里 保持积极的态度 去迎接新的挑战 那最近一二疫情的关系 也希望你们能保护好自己 保持良好的生活助息 然后持续运动 做好充足准备 迎接国中的生活 那今天也祝你们最后捧真万里 恭喜你们毕业了 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你们可以保持良好的态度 去学习及面对各种挑战 毕业之后 别忘了你们永远都是新阶的孩子 所以有任何问题 还是可以回来找教练讨论 或是聊聊天 最后祝你们毕业快乐 六年级的毕业生你们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见面了 但对你们来说 一定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经验 T哥呢在这边有三件事情 要告诉你们 希望你们在毕业之后 在未来的人生上也能用上它 第一件事呢是希望你们保持着一颗温暖的心 去帮助别人 当你的能力越大 你越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弱小的人 也才能展现自己宽大的气度 第二件事呢则是继续的学习 保持一颗持续学习的心 不管是在你的科业上或是你有兴趣的领域 都要无时无刻的精进自己 让自己在往后的生活或是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 最后一件事呢则是保持自信 在面对困难或是一些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 都要利用这股自信的力量 去帮助自己突破难关 让自己的情绪平稳 然后去面对这些生活中的困难 或是球场上的困难 希望你们往后的日子都能好好的 祝你们毕业快乐 拜拜 各位敬爱的师长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毕业生支持代表徐永竹 所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还真是一点都不错呢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这样默默的毕业了 虽然离开同学很不舍 虽然没有弊点好遗憾 但非常时期 大家健康最重要 就一起共体时间吧 还记得吗 那些年我们一起做过的蠢事 开同学玩笑 私底下说老师闲话 激化着怎么欺负别人 偷偷骂脏话 午休不睡觉等 这些当初觉得有趣的事情 即便都是一些不可取的行为 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好笑 这六年来 我要特别感谢教导过我们的师长 无论是轻松的体育课 成眠班的国语课 深奥的自然课 一直算的数学课 有高级奖励品的英语课 不敢松懈的闽南语课 以及参透爱尾的书法课等 每一个科目都有不同的趣事 每一位师长都有独特的风格 即便有些知识已还给老师 但师长们用心教导的身影 早已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这六年来 有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回忆 比如四年级时 我们参加五天四夜的品格英语学院活动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跟爸妈分开那么久 有的同学五天就哭了三四天 实在太可爱了 再来是难忘的毕业旅行 我们在车上大声欢乐的唱歌 在其后炮台空地上玩红绿灯 晚上在博尔特区街上进行团康 和同学熬夜聊天玩手机 隔天畅游义带游乐世界 回春时 领队还上演车类戏码 闭履的大小事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 另外还有运动会永远赢不了起渔班的 接力赛和拔河 星期五听不完的演讲 写不完的功课 考不完的学历测验 大家一起被老师骂 一起被老师罚 一起打球一起玩鬼专人一起恶作剧 大家一起不管多幼稚的游戏都玩得下去 无论多无聊的话题都觉得好笑 曾经懵懂无知的我们现在即将成为国中生了 这牛原来有欢笑有泪水 人家说相逢自是有缘 世界那么大 人口那么多 我们能成为同班同学 实在很难得 值得彼此好好的珍惜与回忆 感谢所有教导过我们的师长 你们用岁月让我们的青春 绽放得更美好 你们心情的耕耘 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 因为有好失灵 我们的人生才能茁壮成长 我们的知识 智慧才会大幅跃进 也感谢这六年来 两千多个日子陪伴我的同学 我们拥有共同的回忆 走过同样的风雨 点滴在心头 未来 我们将各奔前程 分散在不同的国中 甚至生活在不同县市 但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都给予你最真挚的祝福 希望大家都能勇敢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立定之向朝着目标前进 坚持梦想 永不放弃 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各位朝夕相处的师长 同学 学弟妹们 以及新界国小这片土地 这座校园 我们即将离别 纵使再有千言万语 也还是说不尽心中的离仇 感谢新界国小给我们的一切 大家珍重 再见 大家好 我是廖姓棠 这两年来 我要感谢吴慧贤老师 季俊林教练 王兴寅教练 恩号教练 还有T哥和陈一文老师 对我的关心与指导 我想跟我的同学说 升上国中后 在一起打各种青少棒比赛 希望学弟妹们的球技更上一层楼 是六年甲班谢云豪 我要感谢六年来教过我的老师 和陪伴我多年的同学 祝大家红尘万里毕业快乐 国小的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我要毕业了 祝你们的课业可以顺利 祝老师可以快快乐乐生活 六年来的关心 效果与陪伴 首先要感谢一到二年级 教导我的陪伴老师 让我知道要今日是今日必得完成所有事情 虽然周冬中主任只有教我一年 但是我学会独立这件事 最后要感谢教导我三年的陈月霞老师 让我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 六年来我最知心自己的好朋友 是陈玉庆 在我喜怒哀乐的时候都会陪伴我 希望大家有缘再相见 真正再见 我要谢谢这三年来陪伴我同学 还要谢谢老师的教诲和包容 在这里我祝大家红尘万里 大家好 我是六年比较慢乐 我中学 首先呢 我要先感谢六年来教导我的老师 还有六年来陪伴我的同学 我在这边要祝大家红尘万里 毕业快乐 大家好 我是六年加班徐永竹 首先我想要感谢所有教导过我们的老师 有你们的用心才会有今天的我们 再来我想要感谢我的同学 你们的陪伴与支持是使我成长的最大动力 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定会有些遗憾 不过也因为疫情 我们拥有一个很特别的毕业形式 虽有遗憾 但我们还是要更勇敢地埋向未来 祝福所有毕业生 谢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教练 谢谢你们这三年的照顾 我要毕业了 也谢谢我的学弟学妹和同学 这三年陪我一起玩 一起闹一起的老师教练生气 希望从现在开始 不要一直的老师生气 我毕业了 以降进上 我毕业了 谢谢月圈老师这三年来 信心教导我们功课 尤其是数学 无厌其反的帮助我们解题 我也会记得与同学相处的点点滴滴 有欢笑 有争吵 我会记得你们的 大家好 我是六年讲官 庄伟 首先我想要感谢月圈老师 谢谢你这三年来如此用心地教导我们 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国中生活 跌下良好的基础 真的非常感谢你 接着我要祝福各位同学 毕业快乐 学业有成 大家好 我是张玉珍 我要感谢教导我三年的月圈老师 谢谢你每次都很用心地教导我们 也很努力地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 谢谢你 再来我要感谢 陪伴我五年的好朋友 去用作 接下来我们会读不同所国中 也会过得许多不一样的生活 希望你学业进步 谢谢国小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还有学弟学妹们 我是从去 我就要毕业了 祝你们有快快乐乐的每一天 大家好 我是六年讲官 谢宇珍 我要感谢陪伴我 许多年的老师们 与同学们 祝大家毕业快乐 大家好 我是杨立伟 感谢大家六年的陪伴 我要祝大家身体健康 同城万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六年假班陈于婷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 陪我这么多年的同学 在我哭的时候一起哭 在我笑的时候一起笑 祝大家毕业快乐 同城万里 点到石头布 大家好 我是六年假班的陈子军 我要感谢六年来陪伴我度过的 老师和同学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陪伴散满青涩的回忆 陪伴散满青涩的回忆 却要踏上成长的旅程 就到这个路口 你就不要送我 你快回去 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 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 失落的时候 就像我一样 相信你自己 世界这么大 爱是遇着你 多少次疯狂 多少天真 一起做过梦 有一天我们会 重逢孤立 世界这么大 爱是遇着你 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 天南地北 别忘记 我们之间的亲密 陪伴散满青涩的回忆 陪伴散满青涩的回忆 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 失落的时候 就像我一样 相信你自己 世界这么大 爱是遇着你 多少次疯狂 多少天真 一起做过梦 有一天我们会 重逢孤立 世界这么大 爱是遇着你 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 天南地北 别忘记 我们之间的亲密 世界这么大 爱是遇着你 多少次疯狂 多少天真 一起做过梦 有一天我们会 重逢孤立 世界这么大 爱是遇着你 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 天南地北 别忘记 我们之间的亲密 世界这么大 爱是遇着你 多少次疯狂 多少天真 一起做过梦 有一天我们会 重逢孤立 世界这么大 爱是遇着你 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 天南地北 别忘记 我们之间的亲密 爱是遇着你 我才能说的 爱是遇着你 我才能说的 对 不知